1939年3月15号 希特勒在柏林对德国人民的演讲中 他狂妄地宣布 说杰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杰克斯洛伐克 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七强国 也是英法的盟友 在一夜之间被德国兵不血刃的占领 那杰克斯洛伐克为什么会不放一枪一弹 如此屈辱的灭亡呢 英法又为什么会坐视自己的盟友 被德国吞并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希特勒吞并杰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舒山有离 我是小离 议员们听说现在不用打仗 他个个乐的呀 跟多牡丹花似的 一时之间整个议会是掌声雷动 议员们纷纷说 感谢上帝感谢首相 终于把苏泰哥地区割让出去了 不用打仗 上次我们讲到德国吞并了奥地利 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 这就是个开端 接下来他就把目光对准了杰克斯洛伐克 那杰克斯洛伐克是个什么国家呢 我们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奥匈帝国就瓦解了 而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 就建立了好几个民族国家 其中包括奥地利 包括匈牙利 再一个就是杰克斯洛伐克 杰克斯洛伐克他继承了奥匈帝国 大量的工业设施 所以在一战以后 他一度跻身为世界第七强国 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 希特勒他现在的计划是 找一个借口吞并杰克斯洛伐克 那你说你找什么借口呢 这有一个现成的 就是德国跟杰克斯洛伐克 在苏台德这个地区 一直存在着领土争端 我们说杰克斯洛伐克占主体的 是杰克人和斯洛伐克人 但是这还生活着350万日尔曼人 这350万日尔曼人 主要生活在杰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日尔曼人是德国人的同胞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向往 回到德国的怀抱 说起这个苏台德地区 那可不得了 首先这个地方的经济非常发达 出产大量的煤炭 矿产 钢铁 还有化工产品 其次围绕苏台德地区的 这个苏台德山脉 是杰克斯洛伐克 防御德国的唯一天线 所以这个地方 对于杰克斯洛伐克来说 非常重要 如果说杰克斯洛伐克 失去了苏台德 那么面对德国的进攻 他们就再也无险可受 再加上苏台德地区 在历史上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神圣罗马帝国 也就是纳粹德国 他名义上的老祖宗 所以希特勒认为 苏台德地区 自古以来都是德国领土 现在必须要回到我们德国的怀抱 于是在1938年4月21号 也就是德国吞并了奥地利 仅仅10天以后 希特勒下令 德军要在1938年10月1号这一天 跨过边境 进攻并且占领苏台德地区 但是你出兵 你总得有个理由 所以希特勒就想了一招 他就开始授意苏台德地区的 日耳曼人开始闹事 跟这个捷克斯罗伐克政府 提出各种各样的武力要求 今天问政府要权 明天要钱 希特勒他也开始把军队 调往德节边境 就在这等着 等着什么时候 捷克斯罗伐克政府 满足不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要求了 他在以为他的日耳曼同胞 伸张正义为由 出兵占领苏台德 当然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苏台德地区对于希特勒来说 只是一个借口 他的真实目的 是占领了苏台德以后 继续进军 占领整个捷克斯罗伐克 但是 捷克斯罗伐克 不是说你说打就能打 因为人家是英法 还有苏联的盟友 法国曾经跟捷克斯罗伐克保证 说如果说德国进攻你的话 我们法国就会进攻德国 苏联也保证 说只要法国出兵 那我们苏联也出兵 所以说理论上 只要希特勒敢进攻捷克斯罗伐克 德国就会面临法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 当然了 这只是理论上 这个时候英国法国奉行绥靖政策 能不打仗就不打仗 你要是指望他俩能够履行同盟义务 去进攻德国 那你也想下了心了吧 所以第一为了不打仗 第二英法也不知道希特勒想消灭整个杰克斯罗伐克 他们当时真的以为 希特勒只是想为苏台德地区 也就是他的日尔曼同胞伸张正义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蒂 这俩就商量了一下 最后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要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达成了这个共识以后 英法就通知了捷克斯罗伐克的总统贝奈斯 他们跟贝奈斯说 说你看啊 现在苏台德地区的这尔曼人闹事 你也头疼 所以你不如把苏台德地区就割让给德国 然后我们保证你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略 贝奈斯说您那保证五毛钱一斤当废纸卖 您看有人要吗 张伯伦说 嘿你敢这么说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你的事我们就再也不管了 你自己去面对德国人 贝奈斯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张伯伦还警告贝奈斯 说到时候啊 等着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以后 你小子不许心怀不满 到时候你再为了报复 你再侵略德国 再把苏台德地区再抢回来 再破坏和平的大好局面 贝奈斯听了 他都要疯了 说我还侵略德国 您说的是地球上这个杰克斯洛伐克吗 现在达成共识了 张伯伦火速去见希特勒 跟希特勒说 说我们呀 已经跟杰克斯洛伐克商量过了 他们同意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你 你也不用打仗 你也不用派兵 你到时候等着去接收就行了 但是呢 你得给人家杰克人时间 让人家先撤退 结果就这一顿大礼送给希特勒 希特勒他居然不收 因为希特勒他心里打的小算法是 以为杰克斯洛伐克他的日尔曼同胞 伸张正义为借口 派兵去占领整个杰克斯洛伐克 如果说现在杰克斯洛伐克直接就把苏台德地区送给他了 他反倒是没有出兵的理由了 所以希特勒跟张伯伦说 说你回去跟杰克人说 他们不是想把苏台德地区送给我吗 行 那他们必须立刻 马上同意我们德国出兵 10月1号武装占领苏台德 不然就等着亡国吧 他心里想的是啊 要是杰克斯洛伐克人同意了 德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苏台德了 可是张伯伦他自己做不了主啊 他回去以后就把希特勒的这个条件跟贝奈斯说了 贝奈斯一听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孰可忍神也不可忍 希特勒也欺人太甚了吧 你当我们杰克人是什么 小绵羊吗 于是贝奈斯马上宣布 杰克斯洛伐克全国动员 杰克斯洛伐克一动员 法国是万般的不情愿 你得履行同盟义务吗 也开始动员 紧接着英国舰队也动员了 你想一想啊 杰克斯洛伐克他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七强国 光他自己的军队人数就跟德国差不多 再加上法国军队 就对德军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希特勒一看呀哈 这下玩大了 没想到杰克斯洛伐克这么高 他赶快给张伯伦写信 说首相先生啊 您看啊 我之前不是说要武装占领苏泰德吗 我那其实都是让杰克斯洛伐克给逼的 我其实内心深处呢 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人 咱这事要不然还是和平解决 就像你们之前提议的那样 把苏泰德地区割让给我得了 您看怎么样 您要是同意啊 我邀请您还有法国总理达拉蒂 再加上意大利总理莫索里尼 一起来慕尼黑开会 咱把这事敲定 大家伙谁也不用打仗 张伯伦当时他正在犯愁啊 因为英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战前准备啊 到处挖战壕困积物资 妇女儿童都进防空洞里躲着 张伯伦说 我还是个宝宝 我不想打仗 希特勒这封信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是一根救命稻草 张伯伦马上答复说 同意 并且在英国的议会里 把这件事通知了议员们 议员们听说现在不用打仗 个个乐的呀 跟多牡丹花似的 一时之间整个议会是掌声雷动啊 议员们纷纷说 感谢上帝 感谢首相 终于把苏泰德地区割让出去了 不用打仗了 1938年9月29号 慕尼黑会议胜利的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有 德国总理希特勒 英国首相张伯伦 法国总理达拉蒂 还有意大利总理莫索里尼 会议的气氛呢 特别的热烈啊 其实也没什么可谈的 因为张伯伦这个时候 他已经王八吃秤妥 他铁了心了 要把苏泰德地区送给德国 会议呢 从下午两点钟 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 协议达成了 规定德军将在10月1号啊 也就是第二天 进军捷克斯洛伐克 到10月10号的时候呢 彻底占领苏泰德地区 你看啊 这跟希特勒之前提的要求 不是一模一样 还是武装占领 希特勒唯一的妥协啊 就是允许当地的捷克人撤走 协议一签字 张伯伦才把一直等在隔壁的 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叫进来 拿让地图啊 跟他们说说 你看啊 哪儿哪儿哪儿 什么时候割给德国 你们什么时候撤走 我们几个都商量完了 你们赶快回去办吧 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就表示抗议啊 说凭什么你们几个商量一下 能决定我国领土的归属 张伯伦还是那套说辞 说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你自己去面对德国人 最终 捷克斯洛伐克屈服了 总理希罗维将军在广播中 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老百姓说 我们被盟友抛弃了 我们是孤独的 从此 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算是完蛋了 割让了苏泰德地区以后 捷克斯洛伐克就丧失了 对德国构筑的一切军事防线 这个国家丧失了66%的煤 86%的化学工业 70%的钢铁工业 还有70%的电力工业 曾经的世界第七强国 一夜之间就破产了 好了 现在希特勒已经得到苏泰德地区了 那他是不是就满意了呢 当然不是 我们早就说过 苏泰德地区就是一个借口 希特勒他的真正目标是消灭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所以就在慕尼黑协议签字不到10天 希特勒就给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将军发了个电报 他问凯特说 说如果我们现在要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 需要多少军队需要多长时间能准备好 凯特回电报说说根本不需要多少军队 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是秋后的蚂蚱 就基本上是过了今儿没名 轻轻松松就能占领 希特勒他听了非常满意 捷克斯洛伐克现在还剩下三块领土 其中波西米亚 摩拉维亚 这是传统捷克人的领土 最后一块就是斯洛伐克 这块领土一直是斯洛伐克人自制 不过多年以来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独立运动 一直是风起云涌就没断过 因为斯洛伐克人跟捷克人也不是一个民族 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所以希特勒他现在就准备利用 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运动 让斯洛伐克先独立出去 成为德国的一个保护国 这样一来他在占领剩下的波西米亚 摩拉维亚那就荣立了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希特勒就像之前 扇会苏台德地区的日尔曼人一样 开始扇会斯洛伐克人闹事 他先是接见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领袖 煽动斯洛伐克人 向杰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提出无理要求 你看这套东西 希特勒现在是门清 屡试不爽就这一招 于是乎在希特勒的煽动和威逼利诱下 独立的 独立俩字要打引号 独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 在1939年3月14号这天成立了 这个国家一成立 马上就给希特勒发电报 要求德国派兵保护 希特勒立刻就同意了 讲到这儿大家听着熟不熟悉啊 这就跟之前德奥合并的路子是一模一样 先是煽动国内某些团体独立 等人家一独立 再让人家要求德国来派兵保护 这样一来 希特勒就有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了 到了这个时候啊 杰克斯洛伐克已经是陷入绝望了 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了 现在斯洛伐克也独立了 手里就剩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块地儿了 绝望之中的杰克斯洛伐克新任总统哈查 请求去德国见希特勒 想看看手里这点残山圣水 还有没有的救了呀 于是这场大戏就上演了最后一幕 1939年3月14号晚上哈查总统来到了柏林 直到半夜1点15分啊 他才见到了希特勒 希特勒上来先是歪曲了一通事实 说杰克斯洛伐克怎么怎么欺负德国 然后他递给了哈查总统一份文件 要求杰克斯洛伐克投降 把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交到德国手上 当然啊 这个时候已经没什么杰克斯洛伐克了 斯洛伐克已经独立了 希特勒说你要是不同意啊 再过几个小时 我们德军就要大举跨过边境 占领杰克斯洛伐克 到时候啊 德军对杰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人数对比 是30比1 除非你们杰克人各个都是特种兵 那特种兵都不行 你得各个都是郭靖杨过 以一当时以一当百 不然你死的很难看 所以啊 你不如现在就投降 还能少留点杰克人的血 我还能算你是主动归降 给你个宽大处理 哈查总统他这个时候都快七十了 又有心脏病 再加上希特勒大半夜不让人家睡觉 在种种压力之下 哈查总统两眼一黑 晕过去了 这一下可把希特勒给吓坏了 要真是哈查总统死在德国的总理府 那希特勒就是库刀二抹黄泥这说不清楚了 赶快抢救 好在是抢救及时 哈查总统醒过来了 他一醒过来就在投降文件上签了字 这个时候你还能怎么办呢 是吧 几个小时以后 德军就大举跨过边境 占领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 当天傍晚 希特勒就进入了杰克的首都布拉格 第二天他就宣布 成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至此 杰克斯洛伐克就彻底灭亡了 到这个时候 就连张伯伦都看明白希特勒是个什么人了 就在德国吞并杰克斯洛伐克两天以后 张伯伦在议会发表演讲 他就列举了希特勒对他做出的数次保证 他说你看啊 希特勒先是跟我保证 说苏台德地区是他最后一块想要的领土 他食言了 后来他又保证说 杰克斯洛伐克胜于领土不受侵略 他又食言了 他现在又跟我说 是因为杰克斯洛伐克内部动乱 导致这个国家瓦解 才要求他派兵去保护的 张伯伦反驳说 那有什么内部动乱 就是有内部动乱 不就是你希特勒从外部煽动起来的吗 你希特勒今天吞并了杰克斯洛伐克 明天你又要入侵哪呢 讲完了这些话以后 张伯伦可能回去的路上 他就买了本我的奋斗 他打开一看 哇 这下不得了 希特勒完全就是按计划来的 奥地利 杰克斯洛伐克 这俩已经完了 下一步是哪儿了 赶快翻 翻到杰克斯洛伐克后一章 明白了 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 于是在1939年3月31号 张伯伦在意愿说 一旦发生到威胁波兰独立的事件 我们英国政府 还有法国政府 将予以波兰政府以全力的支持 面对英法的保证 希特勒又会怎么做呢 现在已经是1939年4月份了 再过五个月 二战就爆发了 而我们知道 二战爆发的标志 就是德军进攻波兰 那在这五个月里 又发生了哪些事 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呢 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下次再说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评论和转发 我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 讲真实的历史给你听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来听有趣的故事吧 感谢观看